在的问题 北韩代表团在访问首尔期间 代表金正日对韩国已故前总统金大忠进行调宴 他们还在韩国国会举行的追悼会上送了花圈 韩国前总统金大忠星期二去世 享年85岁 这是北韩第一次派代表调宴韩国领导人 这也是近两年来北韩官员首次进入韩国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 持续数月之后 此次访问被视为双方展开对话的一次可能的机会 代表团成员包括平壤情报部长和党内高级官员 但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说 没有安排双方政府之间的对话 韩国官员说六人代表团将在星期六离开 韩国星期天为金大忠举行国葬